剛剛工作人員有偷偷告訴我 大家的簡訊真的是如雪片般的飛來啊 然後經過工作人員的整理我們已經 總共有三百多封 那經過就是剛剛的整理我們已經挑選出 就是幾個大家比較感興趣的問題了 第一個我們想要請教馬雲先生的是 剛剛有提到就是最近網路啊 還有物聯網都非常的熱門 那您有沒有覺得有一些 比較有潛力的新創企業 或者是有潛力的新產品呢 如果大家開始 如果我今天重新開始要創業的話 我一定會抓住移動互聯網 大數據 Internet of Things這幾波 以及所謂的把傳統企業 如何upgrade到Internet這上面 這是巨大的機會所在 如果台灣的年輕人你要抓住的是 台灣原來的製造業能力就非常強 Internet of Things 利用數據 利用移動互聯網 還有把你父母的一些企業 如何把他們move online connected online 這些可能是機會是非常大 說實在 很多企業製造業說 今天碰上了困難 我告訴大家困難還沒開始 因為這場技術革命 對人類未來三十年的影響 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 我們在做這個領域的人 才知道機會之多 所以昨天的成功者 往往今天會很倒楣 你必須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是最艱難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要讓我挑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機會 就在移動互聯網 數據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互聯網的一條提醒 謝謝 那下一個問題比較特別 就是因為前陣子 美國集體訴訟案件 就是新聞上很多 那不知道馬先生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就是說前段時間 這個美國有很多歷事事務所 集體訴訟阿里巴巴 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 為什麼呢 一個中國的互聯網公司 這麼大規模在美國上市 有各種各樣的質疑 有各種各樣的關注 有各種各樣的挑戰 都很正常 如果你要怕訴訟 你就不要去上市 這種是個機會 讓美國讓全世界投資者 進一步的了解阿里巴巴 在打官司過程中 才你說清楚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災難來之前 要防止災難的出現 災難來了 盡量想辦法把災難變成機遇 所以對我來看 這次集體的訴訟 我們還是很有信心 第二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能夠讓全世界 進一步了解阿里巴巴 了解中國互聯網 那就是因為這個訴訟案件 跟假貨有一點關係嘛 那就是大家也很好奇說 淘寶網上面就是偶爾會有假貨啊 那阿里巴巴集團 就是怎麼應應這個問題 或是有沒有什麼對應的措施呢 第一步是謝謝你用了一個偶爾有假貨 這個 淘寶網站有假貨 就像假貨從人類歷史成立 人類有人類歷史到人類滅亡 假貨永遠不會消滅 因為這是人性 這是人性 而且假貨在什麼時候最猖獗呢 是在人均GDP五千美金上下的時候 假貨最猖獗 日本 美國 英國都經歷過這個 中國現在正在經歷這個事情 因為人性希望貪婪 人性希望撿便宜 人性希望能夠用最快速的方法致富 所以這是一定存在的 第二個呢我覺得 今天應該這個 假貨永遠會成 就叫騙子 這個世界上騙子一定存在 我們的職責是讓老百姓 懂得射騙的能力 只有你正懂得射騙的能力 騙子才生存 我覺得很好奇 我以前收到短信 經常說把錢打到什麼什麼銀行 每天都賺到短信 難道真的這麼傻 這世界上就有百分之多少比的人 就是很傻 他就是會這麼上當 騙子就這麼激起自己的身上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淘寶作為一個 互聯網電子商務的公司 阿里巴巴 我們有職責把假貨進行消滅 打擊 處理 但是這個過程是整個社會的綜合治理 中國正在這個階段 第二個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個統計 線下假貨的投訴率是7萬分之 網上的假貨是86萬分之一 也就是網上賣假貨其實是 你如果這麼 因為由於支付寶以後是7天無條件退貨 你買了以後就不要了 你可以退掉它 那個賣假的人就倒楣 但是現在呢 有的人裡面假貨的設備能力 他說58塊錢想買這勞力士手錶 那你也沒辦法 還有呢我自己覺得在這個社會上誕生了 很多人以為我找了一個理由叫做網貨 假貨和網貨 網貨是以創意 創新 創造出來的一些商品 未來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創意 創新 創造 為主流的一些網上全球營銷的商品 所以呢在淘寶上確實說 比方說我發現很多老太太四川人 她做臘腸特別好 她沒登記過 她也沒註冊過 你說它是什麼貨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世界正在發生新的一種變化 但是今天我們打擊假貨的能力 已經遠遠超過任何線下的組織計劃 阿里巴巴怎麼處理呢 今天我們跟公安部和幾個部局是聯合 因為網上誰買到假貨一投訴 我們就能追到誰在賣假貨 誰賣假貨我們馬上能夠根據IP地址 和所有能夠找到誰在製造假貨 然後公安部門就上去一個個打擊 其實前一段時間在廣東和福建的很多假貨集團 曾經發過他們自己的通令 就是說不許在淘寶上再賣 因為它會被追查出去的 線下其實你是很難找到真正假貨的根源 由於出現網絡以後它能夠追蹤速度會非常之快 所以某種程度上本拿登以前抓他的時候 他沒有這個不上網你是很難抓 不用手機是比較難抓 只要一上去馬上就要救助 所以今天大數據已經能夠對假貨的精確打擊超越水平 所以我們對自己還是有信心 這個情況是在好起來 請大家記住 這情況如果不好起來 淘寶不會越來越受歡迎 如果多入假貨 因為淘寶很明白一個道理 人們在網站上買到假貨 他不會罵那個賣的人 他罵的是淘寶網 最受傷害的是我們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我們企業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必須承擔的責任 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除了假貨之外 就是阿里巴巴在過去有沒有 就是遇到最大的瓶頸是什麼 或者是說 您預估在未來的多久的時間內 還會有什麼潛在的瓶頸可能會發生 其實阿里最大的瓶頸就是我們發展得太快了點 我們的人太年輕 我們的管理還跟不上 我們的人才梯對建設還跟不上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前任沒做過的東西 誰都不能告訴我 沒有人給我們經驗說你應該怎樣還是應該那個樣子 所以這是最大的挑戰 我們以前是叫做摸著石頭過河是背後沒有對手 前面沒有主機 現在是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 上下左右都是攻擊你的人 其實小企業沒人關心你 大企業仍然關心你 強企業害你的人也不少 所以你在做這個企業的過程中 我們要懂得人性 懂得人類的 所以比如說有人說你到台灣來或到哪兒來 批評你的很多 批評太正常了 罵你太正常 害你太正常 你必須有強大的意志 保持整個世界未來是樂觀 你不管怎麼樣 你相信我們今天招興的年輕人 相信今天這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能找出未來的解決方案 我永遠相信年輕人能找出未來的方案 那就是您身為這麼大一個集團的執行主席 怎麼看待企業的社會責任呢 那就是有沒有一個實際的例子可以說 企業應該要負什麼樣的社會責任 我覺得企業的社會責任我是這麼看 企業的第一責任是生產健康的產品 提供優質的服務 照顧好自己的員工 但是一個企業很重要 就把你的社會責任 植入到你的商業模式裡面 我很討厭有些企業做的商品是有毒的 提供的服務是騙人的 但是每年還捐點錢做慈善 就是你的生意本身第一天 就必須是承擔社會責任 你的model是為人類完善做貢獻的 所以對阿里來講 我們希望bury the business model bury the responsibility into our business model 這是一個很重要 這兩個東西不能切開來 第二個呢 我覺得對阿里來說 我們很榮耀 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跟當年真不一樣 很多人對今天年輕人說 你看他們年輕人不如一代不如一代 我覺得年輕人是一代比一代 我爺爺說我爸不如他 結果我爸做的比我爺爺好 我爸說我不如他 我做的比我爸好 我們一代永遠比一代好 這是肯定的 而且你去看汶川地震的時候 走在最前沿的都是年輕人 每次出現社會問題 解決問題都是年輕人 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機會所在 這是我們社會的希望所在 所以我們公司做了幾件事情 很多決定 基本上大家都是統一 基本上有30%的人一定會反對 在做創業者記住 六人之中有人節 七人之中有混蛋 這是個社會學概念 就是你把六個人抓在一起 關到房子裡兩個小時 你觀察他們 兩個小時以後 六個人中一定有個Lead出來 你把七個人關到一個房間裡面 觀察兩個小時 一定會出現中間有一個是混蛋 而且你做七件到八件事情 肯定有一件是混蛋事情 混蛋可能就是你自己 因為這是個社會學概率 到這個時候一定來的 所以如果你在將來創業過程中 有人反對你 不一定是壞事 你要傾聽反對 有人支持你 未必是好事情 一定要用自己的判斷跟大家來看 但我剛才講的社會責任 我們公司有一件事情是very interesting 我們當年幾年前把那個魚刺 殺魚那個魚刺 在淘寶上禁掉 這個宣布 宣布出來是全體阿里員工 全部鼓掌 啊這事情做得好 我們把那個ivory就是那個大象象牙拿掉 全體員工 也就是說今天這些年輕人 他們已經懂得與世界的交流 他們知道人類最重要 今天大家霧霾 到底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自己覺得 Social responsibility 必須每家企業 這不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而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如果就家庭裡面不是因為你愛 是靠責任 那個家也搞不好了 你可能還不懂 那就是接下來想問問就是馬雲先生 對於阿里巴巴未來十年在全球的布局 有沒有什麼看法 然後是依照怎樣的一個邏輯來佈局的 OK 我覺得阿里在未來呢 我們很榮幸走到今天 如果今天在位去掙錢 去努力去幹 我覺得對我本人來講 意義不是太大 對我們公司的一大批高管來講 創業者來講也意義不大 但是當新經驗的員工 我覺得如果你員工到你公司 將來通過多少年買不起房買不起車 當然買不起房買不起車很正常 但是到阿里巴巴這家公司 我們總希望給人家留下 希望你是可以買起房買起車 但是如果這麼大一家公司 融資到250億美金 如果我們這家公司 在全世界有幾億的消費者 有三萬多名員工的努力 有這麼大的資源 我們僅僅是為自己掙點錢 我覺得沒有多大意義 實在每天太辛苦了 我每天考慮的是 什麼時候能夠早點退休 太辛苦了 我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的累和辛苦 是超過常人所想像的 人家說馬雲啊 你現在號稱是中國首富了 我首富的錢還沒花 我首富的苦頭都已經吃到了 這不是我們要追求的東西 這已經不是我們要追求的 我們希望阿里未來的佈局 是真正這麼大的公司 它必須所謂 你剛才講的所謂承擔社會 十年以後 這世界需要什麼 中國有什麼麻煩 我可以這麼解決 所以我們覺得呢 阿里這家公司 必須要面向全球化 我們必須變成一家全球化公司 必須為全世界的中小企業 解決問題 必須讓更多的年輕人 加入這個群體來進行發展 第二個我們希望進行農村 農村的發展 只有改變偏遠地區 如果技術能夠解決偏遠地區的需求 就很重要 第三個是大數據 雲計算 我們在這個上面 能夠對人類未來十年以後的數據加強 所以這是我們 我們會變成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我們變成一家深入到貧困農村地區的公司 用技術去解決貧困問題 我們也會變成一家真正的技術導向性的公司 所以這個一定是靠更多的年輕人 所以我今天你說我來台灣 大家就覺得你有沒有私利 我是有私利的 我的私利很簡單 We are business 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 加入到大數據時代 加入到互聯網時代 實現自己的夢想 實現別人的夢想 這個 你說我今天一定要把我定位成為大陸 到這兒來挖人才幹嘛 我 你說我不喜歡台灣年輕人 是虛假的 但是我沒想過把你們挖去大陸去幹活 你們在這兒好好幹 我也很高興 這就是我們覺得今天應該世界已經平了 大家都應該是放眼全世界的市場來看問題 那麼您帶著就是阿里 這辛辛苦苦十五年來 有沒有什麼您最自豪的企業文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有六大家值觀 客戶第一 敬業 激情 擁抱變化 誠信 當然我覺得有一條我想跟大家講的 我們最最重要的 與眾不同的文化 叫擁抱變化 我們永遠在變化之中 我們知道因為我們不變化 競爭對手變化我們 市場變化我們 所有變化我們 所以擁抱變化 說的不好聽一點叫善變 說的好聽一點把握未來 今天的速度變化之快 是遠遠超過大家想像的 所以到阿里巴巴來的員工 很多人最頭痛的問題 最痛苦的問題 三年內壞了七個老闆 壞了五個部門 但是我們不這麼變化 因為今天已經沒辦法變成固定 做你自己 競爭對手在變化 市場在變化 技術在變化 各行各業都在變化 所以如果你不變 肯定 所以我覺得以萬變引萬變 但是不能變 就是你的使命 你的價值觀 你對社會的熱愛 你對未來的樂觀 你的堅持的精神 這些東西不能變 其他的商業模式 團隊組建 該怎麼變怎麼變 所以我覺得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將來擁抱變化 是我們這家公司 十五年來最大的一條 那我們想再請教一下 就是您怎麼看待台灣的創業環境 那昨天剛宣布的那個 一百億的創業資金 為什麼是選擇台灣 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台灣的創業環境應該是非常好的 如果台灣不好 就不可能會誕生像台積電 富士康 我們張總這樣的優秀的企業 一大批 所以有非常好的良好的環境 但是這個世界現在在發生很多的變化 這個變化過程中 很多年輕人有抱怨 很多年輕人迷茫 我告訴大家 你們父輩在你這個年齡的時候也迷茫過 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也特迷茫 也很沮喪 覺得啥都不是我的機會 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後來 所以我們覺得要改變社會 改變世界 我努力地發現以後 只有改變自己才能活下來 改變世界不是你的職責 是歐巴馬的職責 我們這些人改變自己 適應未來 建設自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年輕人 沮喪 挫折 難受都很正常 但這是一個每個人都有 每一代人都有 每一代人 所以台灣的創業環境 每一代都誕生了優秀的企業 所以我覺得環境是不錯的 但衛士你說我選 其實我沒有選光選的 我們上個月宣布的是香港 這次是在台灣 那台灣我覺得大家都是華人 文化溝通 第二個 我覺得台灣特別親切感 我覺得這些年輕人一聊 大家很多東西 就可能很快 第三 我要感恩台灣 台灣很多同事 在我們公司裡面 幹得非常的不錯 我們這一百億 不能解決台灣什麼問題 我們也不期待說 哇 台灣創業還需要 阿里巴巴不需要 我們只是表達一個心意 我們相信 今天很高興地看到 很多的企業 台灣的企業 大陸企業願意加入我們這個基金 來共同幫助年輕人 但是我們今天先自己幹 我說我們來做小白鼠 一年後我們再來review 我們應該怎麼做 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我們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地區 每一代人最大的希望 就是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投資這件事情 我對公司也好 對我們也好 對大家都很好的事情 都應該做下去 那精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了 已經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我就幫大家台下的朋友問 那個最想問最想問的 就是那個一百億的創業基金 要怎麼樣才能拿呢 或是有什麼條件 才可以使用 好 我們將成立專業的團隊來評估 這是脫離阿里巴巴 不是以阿里巴巴來控制 我們是請專業的團隊來進行評估 大家把計劃方案報給這個專業團隊 他們會在台灣本地服務大家 但是第一年我也跟大家誠懇地講 我們主要支持的是台灣本地的年輕人 如何把台灣的產品 農產品 工業 各種各樣的創意性產品 製造性產品 台灣的服務通過阿里巴巴系 賣到大陸 賣到全世界 我們主要支持這個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這個是我們懂 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 有些東西幫不上忙的事情 只是把你也害了 把我也害了 這個經過一年以後 我們總結經驗 review 以後 然後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再擴大 或者怎麼樣 我們在這個基金呢 是一個non-profit的商業機會 也就是我們賺的所有的錢 都會繼續投入這個基金 讓這個基金不斷地擴大 我們不是一個公益基金 但也不是為賺錢而做的基金 我們就希望年輕人用好這些錢 創造更多的服務和產品 但有一點是跟大家講 對我們的好處其實蠻大的 這100億如果年輕人 有很多年輕人在網上 在淘寶上面賣台灣的農副產品和服務 給全世界淘寶事實上會更加繁榮 但千萬不能賣假貨 我也會追殺到這裡來的 我是會追殺到這裡來的 那真的非常感謝馬先生精彩的回答 讓我們真的收穫非常多 那為了表示謝意呢 我們現在請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 師大學生會會長 以及台科大學生會會長 上台代表各主辦方 致贈感謝狀給馬先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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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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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馬先生 那同時我們也要在這裡 再次邀請台灣大學楊潘池校長 師範大學 師範大學張校長 以及台科大的廖校長 上台來與馬先生合影 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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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三位校長 也謝謝三個學生會的會長 現在讓我們最後一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馬雲先生在百忙之中 來到台灣來到台大 謝謝馬雲先生